會不會對我們怎麼樣? 那個是一回事 問題是你把我們扯進來 他就是個騙局 今天我沒有把錢回到你的戶頭去 我也不知道我的錢到底到了哪裡去 沒想到當初朋友之間的信任換來卻是被誣蔑 評判9月14號接受本刊專訪時 一字一句頗為激動 沒想到是因為幫朋友AKA YouTuber 醫師饒瑞替他老婆 酋女士把台幣換成美金 被扯進對方的財務糾紛 評判在2016年時因為錄製韓國節目導致絞傷 經一屆朋友找上一名 YouTuber 醫師就是饒瑞替 評判老婆與饒醫師老婆開始有了交集 2018年2月 當時酋女士藉由常飛上海的評判老婆 認識了陳先生 酋女士主動說要投資陳先生 於是當時投資前後需要美金57萬元 酋女士則找評判幫忙把台幣換美金 匯款給評判台幣1740萬元 然後 評判再匯款給酋女士所指定的 被投資公司賬戶美金57萬元 沒想到這個幫忙卻是惡魔的態勢 果然2021年的9月出事了阿伯 酋女士匡辯品官與老婆Jennifer 到饒瑞替診所要求替醫師還債1740萬元 蛤? 太離譜了 我們沒有欠你錢 沒錢給你 我們的錢清清楚楚 你給我台幣 我給你美金 都有欠的清楚 他們怎麼找我 你這樣的做法真的讓我太難過了 你跟我說過 你不接受 不接受你就要我開刀了 酋女士表明自己將原本要買房的錢 透過品官的老婆拿去投資 投資完後酋女士想要了解公司 被告知找前文提到的投資者陳先生 但每次對方都以再忙推託 最後在要求下才首次將財報拿給酋女士看 但財報酋女士認為喜GAY 決定透過律師提告詐欺 過了兩年 也就是去年的20235月 酋女士發了律師函給品官 除了要求品官出面說明有沒有 把1740萬元交給投資單位 還有多年來的投資收益經營狀況 啊? 什麼? 只是明明當初 品官是幫酋女士臺幣換美金 那比57萬元美金也回到了指定帳戶 並留有匯款記錄 再來如鬼打牆般 酋女士就是以匯款給品官1740萬元 然後又發函要品官交代所謂的投資事宜 資金流向等等 總之就是品官沒有介入投資事宜 還說自己跟老婆在2021年9月 遭不明黑衣人士恐嚇取材 而這從頭到尾 酋女士都知情 可是他們現在要拿到5000萬這筆錢就對了 不管我用什麼方法 資料全部都要查 5000萬 我很久都沒有跟你聯絡是因為 他們都在我身邊 他們跟我說話不會動 他們跟我說好 不是 這不是跟我說話 你讓我帶我老公來 你 我們幫你當朋友說來喝咖啡的 我知道 我跟你說我如果不記得 那你為什麼要叫我當老公 他們會到你們家去的 我跟你說 不要這樣 我也不想他們去跟著你 你懂我意思嗎 後來 酋女士坦誠 因為自己先生及醫師姚瑞替經營診所糾紛 遭到黑衣人勒索5000萬元 逼不得已只好讓對方向品官施壓 品官也於16日針對酋女士涉及肥謗 恐嚇取材及泄露個資等 提出刑事告訴